小燈哥 那你剛剛講說骨頭頭 頭殼有些人會碎掉 那香港籍的這個女生 他是瘴氣的外露 對 這是藏儀社去處理還是你們處理 這個先 這是我們去處理的 對 但是有一些案子 他們之前都會去找一些 像是一般藏儀社的清潔 或是一般清潔去清 或是他們原本像是中庭 社區 原本一般清潔 誰願意去清 有一些算是被強迫的 他們還是就是有去弄 那可能清不好 我們就再去二次清潔 那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 因為其實有一些社區他會想說 你就隨便清一清 反正下雨什麼沖一沖 他久了就不見 可是像那種往生者送醫 那種瘴氣 或者是直接當場死亡 照理車拿走 看是他們那種瘴氣留在那裡 都有一段時間 那他其實就像油油的油塊那樣 你下雨這樣一直滴 其實也是沒辦法沖乾淨的 對 就像那種豬油 你好像拿水去潑他 他還是一塊油在那裡 對 然後那個只要一點點 他很厲害 就是整個中庭 你就聞到那個臭味 對對對 你說到處理過 那種這個磁磚要全部換掉的 對 我們有就是跳樓 然後一樣是中庭 那磁磚有一點碎 有一點受損 但是就很小一部分 可能一個腳腳而已 他就說我中庭 可不可以幫我那個看是 要不要全部打掉 然後幫我們把它清走這樣 然後他再找別人來鋪 然後他的說法是有點像 那個廖老師剛剛說的 就是他的魂好像會 就算你就算把他清乾淨 但是他的魂好像就是在那裡 那我就當然就我也沒辦法 就是我就跟他說 他不在我們的專業範圍內 我就負責幫他介紹廖老師 廖老師 人家這樣跳樓 在中庭那個魂魂魁魁魄散嗎 對 會 真的 所以我覺得奉勸就是不 其實你這個親身 不會解決任何一件事情 而且會很痛苦 因為比如說這一種自盡的方式 他會重複這個動作 一直重複喔 真的嗎 沒有被超拔 然後你就是會重複那一個時程 那一個時刻又重複跳一次 那個超級重複 你說重複意思是換別人跳這樣 不是啦 他這一個就是親身的人 他會重複那個動作 為什麼 自盡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要跳下去 那時候的意念非常非常的深 那個記憶會停留在那一刻 這是其中之一 那那比如說親身的人 不管他是跳樓或跳水 其實他在 我們在佛教裡面說自殺 其實他的主要靈魂會到下地獄受審判 然後他的這一個意識的絕魂 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邊 他會一直在那邊盤旋 然後沒有離開 除非你超渡他 做一場屬於他要做的 該做的法會 他才會離開 不然他會一直 他的怨念 他為什麼會想不開 他一定有想不開的原因 那個怨念會散不去 那散不去的時候 他魂飛魄散 在那邊其實他很痛苦 一直在那邊重複重複 所以我們 我剛剛有跟隨靖說 如果有碰到這樣的社區 那如果怕大家知道 那你不辦的話 逃避 對亡靈 對我們住在那邊的人 也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就藉由七月份 在普渡的時候 做一場超渡大法會 他們一般人就不知道 他跳的那個中庭的磁磚 他的魂會卡在那裡嗎 他的魂會卡在掉落的那一刻 掉落的那一刻 但是因為魂魄他是遊蕩的 最後他是遊蕩的 他或許就在中庭裡面散步遊蕩 中庭散步 那是他熟悉的地方 他會在那邊 對 那小楊哥 你怎麼處理過 你覺得說很辛苦的案件 很難清理 很難清潔 都很難清潔 都很難 對都很難 怎麼說 因為各種案件 不一樣的案件 處理的方式都大不相同 對 你像兇殺案 他就是可能到處都是血跡 然後自殺的可能就是 你要忍受那個錯位 因為那個可能 他們都很久才被發現 然後濕水跟那個血水 都會流 流得滿地 那兩個的困難度就是不一樣 一天處理可以嗎 要看情況 有一些比較難清理的案件 都要兩三天 要這麼久 對 一個人去處理 還是要幾個 就一個團隊 大概通常都是四個人 到五個人 對 那器具要不一樣嗎 器具不一樣 對 像是一般清潔業者 他們可能就是拿拖吧 拖一拖 那他當然不會只拖一次 他可能會拖很多次 可是就是像我講的 你那個濕水跟那個血水 你流出來放很久 就很像那個油塊 那你怎麼拖 其實那種磁鑽縫 都是會殘餘 因為他那個就是 它會吃進去 對吃進去 他好像把它拖 拖得像冰棍 那什麼 把它拖平均這樣 越拖越平均 然後其實他都沒有起來 那他那個味道就是 你只要進去 你就會聞到 像對我來講 我就是覺得那是一個熟悉的味道 我一進去 我聞到我就知道 他這個就沒有清乾淨 才會這樣 那我們的器具可能就是 一般都是用高壓清理機 沖那一種磁磚縫 他把它沖起來 然後再用那個吸水的 吸引器把它吸乾淨 這樣才會達到真正的乾淨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分解 那一些吃臭味的機具 那是美國韓太公司 我們去跟他拿代理權 那有專利跟檢驗 對 就是專利的器具去分解 這樣才可以完全去除 那個味道這樣 哇 那你說 你有買那個黃毒面具 對 就是像比較輕微的 我們比較不用那麼麻煩 要帶那種供養機 還要帶供養機 對 就是一個面罩 然後有一臺供養機在外面 我們可以牽著線這樣 那這凶殺案 或是一些真的很嚴重 我們才會用到 那一般的 我們可能就是就帶普通 防毒面具進去清理 防毒面具是在防毒 不是在防臭吧 那他也可以防臭 很醜 進行很醜 但是防毒面具 就是你多少還是會聞到 對 我們不像那個高大哥 他會包很多層 當然我們就是用那個口罩 對 就是防毒面具 他的濾芯 對 然後他因為他會 他會密合我們的口鼻 就是你聞的時候 還是聞得到那個味道 但是會比較輕微 也還可以忍受 最近那個美國亞利桑那州 他們說戶外最熱的時候是五十三度 那有個地方叫死亡谷 那一般來講 他們常常碰到的是四十三度 他們就去測說戶外四十三度的時候 車子 我們車子不停在外面嗎 打起頭嗎 那個車窗搖起來嗎 你猜猜裡面幾度 我裡面青菜也六七十度有 說一百零一度 六四六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但像這種夏天 然後那個現場 然後這麼熱 你們戴荒毒面具 怎麼會受得了 就是你要嘛忍受那個味道 要嘛你忍受熱 我們有很勇的人 他就是忍受那個味道 但我沒有那麼勇 我就是一定要戴我才可以在那個現場工作 所以味道你受不了 味道我受不了 那我們還會穿一些防護衣跟手套 然後腳也是像是雨鞋 我們都是一次性用完就要拋棄 那我們那個其實整套下來的裝備 你在裡面活動一兩個小時 你就很像在洗澡一樣 流汗 對 流汗 是是是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口